欢迎他 弟兄姐妹 好 弟兄姐妹我们先把这个掌声归荣耀给耶稣先好不好 如果没有耶稣 你们听得到吗 听得清楚吗 好 1 2 可以 好 谢谢 好 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 那在这里要感谢神 如果没有耶稣呢 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讲见证 给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听 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来的目的呢 就是要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 也谢谢贵教会陈牧师 还有你们教会的领袖 那安排我有机会到你们中间来分享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信主啊 那将近好几年的时间 那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就坐在客厅那里就看圣经 当我看圣经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呢 那我感觉到有一股非常重的力量从天上把我压下了 然后呢我就整个人要跪在地上 之后呢我就要趴在地上 然后五体投地这样的 那整个人开始就发抖的很厉害 那我不晓得有多长的时间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过后 当我清醒了起来之后呢 那我发觉到我整个人呢 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我的整个身体里面的灵感觉到很轻松 那整个人就开始很轻松 那那种的感受是我一直以来呢 都没有办法去感觉到这样无比的畅快的那种感受 那之后呢我发觉到原来在我的思想里面 那有一些的东西就已经不见了 什么东西不见呢 原来是以前我学茅山术的时候呢 我的师父把一本非常大本很厚的一个茅山 各种不同的福章的画的方式 还有一些咒语啊 那很多东西就不见了 那其实上呢我在学茅山术的时候呢 那我差不多用四个月的时间很快 那我就可以把我师父传授给我的东西 那所有的咒语我都倒背如流 然后呢包括呢每一个的不同的福 那我都很快的就上手 所以我成为我的师父非常得意的一个土地 那我有五个师兄 那没有一个师兄有好收场 那有两个残废 那有一个变神经病 有两个还在坐牢 那最后一个呢站在这里讲见证的就是我了 要把荣耀归给神 那所以上帝奇妙的恩典就是这样子 那他把我从这个罪恶咒诅里面 从黑暗的势力里面把我拯救出来 那这个不是人能够做的 也不是你的意志力能够胜过的 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之后呢 那我不得不更多的来追求认识这位神 因为他的能力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的经文 那一段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跟一些看不见的黑暗的权势 在做一些的征战 我们跟那些不是属血气的 看得见的物质界的东西来征战 对不对 那些看不见的不是肉眼能够见的那一种的势力 那但是呢他确实是存在在我们的周围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刺的人就是这样 所以恶者呢他会想进各种的方式 来使到人跌倒 然后困绑人类 那以至于我们的灵无法跟神有美好的沟通 包括有一些人信了主一段时间过后呢 他都会感受到那一股的力量在拉扯他 把他拉回去他旧有的这些拜拜的圈子里面去 那以至于他不能够很好的来到教会里面听神的道 那所以有时候我在台上的时候 我特别会注意 因为我在我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呢 那当我打开圣经开始要讲道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 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 他马上就在那里钓鱼 那我就大概知道说 这个人呢 他被恶者的势力所影响 那除非他是好几天不睡觉 那个另当别论 但是一般的人的精神是这样 当你在看或者在听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至少可以维持几分钟的 但是如果你连几分钟都维持不了的话 那就真的是有问题 那恶者的势力确实是存在 所以他会用这种的拦阻 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听神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跟神有很好的灵里面的交通 因为魔鬼知道 一旦你选择跟神有美好的连结的时候呢 你就称为得胜的基督徒 所以他不喜欢看见得胜的基督徒 所以他会想尽各种的方式使我们跌倒 让我们再一次的软弱 失去信心 那不愿意继续的来认识这位神 因为你晓得真理真理就要叫你得自由 所以神要每一个人都得自由 这个自由是让我们能够靠着神 胜过一些黑暗权势 不再犯罪的那种的自由 各位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所爱的 所以神要给我们满满的祝福同恩典 所以跟你的旁边的人说 今天你有福了 神要给你恩典 那我记得我在七八岁的那一年 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我的父亲带了二老婆回家 那我父亲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他是跑江湖卖艺的 以前在巴萨玛 就拿一个罗就哐哐哐 对不对 那我父亲的绳编非常厉害 你拿那个蜡烛 他可以一编就编到那个蜡烛 那个报纸你拿着他可以编你 然后一小小块的一个蜡烛 他都有办法这样远的距离 那个穿白衣的 这样的距离他都可以把它编开那个蜡烛 那所以我的父亲长得非常的英俊 你看我就大概知道了 但是我还比他输 那所以他很风流 他有好多的太太这样 所以我记得那一年呢 他就带了二老婆 回来还带了一个小的 大概小我两岁 回来家里的时候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就跟我母亲吵架嘛 然后呢 他就开始打我的母亲 那个时候呢 我就心里面想 好像周杰伦那首歌 你不要再打我的妈妈 这样 那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呢 我就很怕嘛 那个时候还小 我就跟我的姐姐两个人就躲在床底下 就看着他们 怎么样打我的母亲 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 就对自己发了一个誓言嘛 我说如果让我长大的话呢 我同样也要比你更暴力 那我要保护洛舍 保护女性 保护我的母亲 这样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讲了一个 就很暴力 这样 我长大之后呢 同样的我就是以这种方式 来对待同学 那对待呢 所有身边的人 当他开始 好像对我有一些恶意的时候呢 我马上那种防备心就出现 然后我会很快的以暴力来回报那个人 那所以这一个的东西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困绑 那所以当我长大之后 其实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常常都是吵架 那甚至有时候拿椅子丢 打架 这些情况发生 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的 一种和谐的状态 这样 其实很苦的啦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长大之后呢 我就去参与私会党活动 当时被朋友带进去了 那后来就开始正式上山 进鸿门 不应该讲这个 好 正式进去私会党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做翻版 我们做这个色情影片 当时我带了32个小弟跟着我一起找吃 那我们就做翻版 就供应新山Holiday Plaza 那边的 翻版天堂嘛 那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有一次呢 我们在抢生意抢地盘 跟另外一个帮派的人 那我们准备去拿刀去护砍的时候 就被警察抓了 那时候就来了两两的猪龙车 就把我们32个人统统围起来 然后全部就抓上去 那不管你在外面多威风 一上猪龙车 你就变成狗熊了 那就是每个人就在铁网那里 那就被抓进去 等待被控告 后来不久之后呢 那有人担保之后就出来 那 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些的势力 在支持我们嘛 那所以后来呢 我就出去新加坡找一份工作 那我那时候想说 如果我不去做回正行的话呢 我可能有两个下场嘛 一就是被人砍死 而不是坐牢做到 不懂几时了 那后来我就去新加坡找一份工 那就是猪龙做了一份那个鱼钩厂的工作 那那个时候就在Bunnet住 那个是工厂给了我Bunnet一间宿舍 那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宿舍只给我和我一个朋友 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那非常的兴奋嘛 因为通常都是挤一大堆劳工的 但是为什么只给我们两个人住 特别恩待我们 那这样 所以但是住不到几天的时候呢 就发生一些的事情 那跟我同房住的那个朋友 那他有一天凌晨的时候就跑来叫醒我 他说Jimmy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看到客厅有个圆形的座子 他说座子上面呢 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玩耍 那我就心里面在想说 那你应该是发噩梦了 那我不相信这个东西了 那所以我就不理睬他 那这一天呢 又是早上凌晨又来叫醒我 他说Jimmy不对路了 我昨晚上又在看到了 我说你看到什么 他说我看到的不单是大人 他说连小孩子都跑出来了 连一家大小全部跑出来 这样 所以我想说你应该是很衰 那因为他眉毛长得很低 比我还低 那我的眉毛长得很高 所以杀气比较重 那所以我不会看到这种东西的 那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这种 邪灵的鬼怪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不相信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工作的人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礼拜五晚上我就要回来 那礼拜天又要再倒回去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一天出去的时候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你自己去吧 我明天没有做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从乌鲁地南 那我就塔巴士去到新加坡 大概晚上十一点半 那个时候大概十一点半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坐在客厅吸烟 因为我一天 我一天最少要吸四十支的香烟 两包丹虚 所以我的烟影非常地大 那个时候 习惯了 因为从大概十三岁我就开始吸烟 吸得到信主 的时候 大概信主不久之后 我就靠主借了这个香烟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在那里吸烟 吸到一半的时候呢 忽然之间我就看到那个左手边就是厨房 厨房那里有一个银子鬼鬼祟祟的跑来跑去的 我想知道一下 昨天晚上有出席见证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 昨晚呢 觉得大部分都是一些新朋友 幸好现在是早上讲鬼故事给你听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你出去还没有那么怕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呢 我就看到有银子我就跑去开灯 当我开灯的时候 发觉到都没有东西的嘛 然后我在心想会不会是什么车灯造成的效果 但是后来想一想他住 我住在三楼应该不可能 那我就再到回去客厅吸烟 那当我吸到一半的时候 又出现了就在我的右手边 右手边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一样 一个银子 散来散去 散来散去 那后来我就心里面就突然间想到一样事情 我想会不会是我朋友告诉我的那家人 跑出来 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感受是这样 我告诉你 你无论生的眉毛多高 你还是怕的 对不对 你杀气多大 还是怕的 你一个人在那里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离开那个房子 我就跑到外面的走廊 你知道吗 当你站在那个走廊的时候 你站在走廊不是可以看进去有个窗口 窗口里面是主人房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两个手 我记得我就靠在那个外面的栏杆 是吸烟 那我就吸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间我就感受到后面有人在看我 这样 所以自然的反应 你就是往回头看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当我一往回头看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一个东西呢 那是我永生难忘的 那那个东西呢 他是一个很大致的一个人 黑色的 然后呢 他两个手呢 是靠在那个房间的窗口里面 然后他做什么呢 他的那个头 可以从窗口伸出来 然后他就看住 你知道我拿住那只香蝇 我就跟他看很久 因为我没有想到嘛 忽然间怎么会这样可怕的一种现象 那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就冲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开灯 开灯的时候没有东西的 你知道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吗 我全身通通有毛的地方都站弯起来 那种感觉是 怕被鬼吓到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无端到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的 我就不要做工了 去打包回家 然后就在巴士车上 我就回去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在想 我说这个死鬼 我又没有得罪你 你这么吓我 你吓我的朋友不是够了吗 吓我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去的时候 我想说 等我回去学法术 回来抓你就知道死了 这样心里面这样想了 那我希望说学到这个法术过后呢 可以去抓他 让他永不超生 把他收在那个葫芦里面 或者是看戏看太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 之后我就回到屋里地 我就打听 有没有一些师傅 会教人家法术的 这样 一打听之下 就有一个朋友说 这么巧啊 我一个师傅 他要收最后一个土地了 然后他收了之后 就要收山了 好 那个时候 我的师傅四十多岁 那个时候 他就把我 约了一个时间 用了一个摩托 把我载到一个很偏僻的庙宇 四周围都是丛林 只有一间庙 然后进到里面的时候 就看到有个师傅就出来 那个师傅 是我有史以来 见过最难看的 因为他的身材 好像一粒翻熟这样 圆圆 然后呢 皮肤很粗很黑 很杀气的 所以 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越靠近 他所相信的 那个神明的话 他的样子 就会渐渐越来越像他的 所以你看 你看看 为什么有些人讲 有夫妻像 对不对 因为你看我 我看你看久了之后 就变成他的样子 这样 所以你拜神也是一样的 你拜华人的民间 信仰的神明 你整天拜七天大圣 拜久了之后 你也变成他这样 很调皮 对不对 然后样子 越来越像 你的性情 什么都很像 他因为你想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他就会进到 你的里面去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师父就 我要收你 翻开通圣 皇历 然后他就 选了皇道 他说这个日子很好 你进来 我就正式 那个日子进去 拜他为师 那一天 衣服脱到丸子 穿一条黄色的长裤 然后我的师父告诉我 你不能离开这个庙 七七四十九天 待在这个庙里面吃灾 然后每一天 自己画两张符 然后打坐 一天最少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 确实是很刺激的 后来我信主之后 有时候一个小时 祷告都没有 对不对 那个时候 我这四个小时 对着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正式 过教 进入茅山派 我学的是种茅山 帮人家做医病和赶鬼的 然后有时候会 解一些降头 那些之类的 那我是靠学 打坐 修炼而来的 OK 那我们看一看 那个图画一下 那你们认识这个人物吗 那放一下 你看这个茅山道士 对不对 那这个虽然已经过世了 但是它是茅山师傅的典范来的 对不对 那它里面有好多的一些法术的方式 是有根据的 但有一些是很夸大的 但是我们真正学的时候 当然茅山树 有龙斧山正式来的那种派系来的是比较纯正的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一个的茅山派里面 我们学步伐 学正法 学这个咒语 跟不同的福章 那我通通把它学起来 所以我的师父很喜欢我 就是这样 那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是靠着这一些的灵 在帮助我 我的记忆力超强 可以很快地把这些东西都吸收起来 那后来当神 一次放我了之后 这个东西一拿掉的时候 我才发觉到说 这些东西通通不是我的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他们里面不是有一招 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 那里面不是有一招 一拿那个福就 就着火的 那个叫三位真火 对不对 好 那很多人就被这个东西觉得 哇好厉害的法力 对不对 这个法力无边的师父 这样 你知道这一招其实我会的啦 那是有窍门的 你知道当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一些的茶杯 两只蜡烛 三身五果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些桃木剑 金钱店 还有一些服装 朱砂 粉末 那这些东西 我们要预备好 糯米等等 那当我们开始在做法事的时候 其实上 我的手 其实都已经沾到那个茶杯里面的火酒 我里面有放火酒的 所以沾了之后 当蜡烛在这边 我的手法一过的时候 其实上这个火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平时灯光比较光的地方是看不见的 只要比较暗的灯光才看得见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法的时候 法坛要建高一点 原因就是不要让人看得太清楚 那当我们在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当我们在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当手里面有火 符一在这里一拿 我一这样 它就马上着 对不对 一着火的时候呢 就放在糯米里面 糯米里面其实我们也加料的啦 加了一些东西 过后一拿了之后 就喷那个蜡烛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 陶木剑就开始做法 那所以有一些的把戏 让人看见了之后 哇 信以为真 很多人就好奇 包括你知道过火路啊 等等这些下游窝 都是有放一些的东西的 那但是灵界里面的势力 它确实也是存在的 那它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让你很难的去分辨的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里面开始学这些法术的时候呢 我一天最少要画两张符 深吞 那那个符呢 画了之后呢 吞 用神茶这样吞了之后 就打坐 我一天最少要吞两张 如果那一天我独子饿的话呢 我就吞三四张 那因为我吃的 那个 吃灾嘛 吃不饱啊 这样 所以就吃这个 然后就开始打坐 那我打坐的时候呢 开始就是晚上嘛 就关了暗暗的 那个庙里面 一个人就坐在那里 开始打坐 那我修炼的时候 就分成四个层次 但是我学的有五个层次了 我学到第四层 我就停止了 因为第五层太刺激了 因为我的师父告诉我说 你去找一个死人坟 坐在那里 七七四十九天念咒语 然后叫他的王魂上来 跟你玩耍 我说这样都可以 我不要 这个太刺激了 要一个人呆在庙 那个山坟那里 做这种事情 那因为这种呢 甚至你可以学了之后呢 可以收养它 如果你找小的话呢 你可以收它 然后它可以帮你办事 这些 当我学到第四层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感觉到呢 有一些的东西 已经进到我的里面 包括我的天眼 已经被打开 我可以看到很多灵界里面 很古怪的一些的形象 然后我耳朵可以听见很多 很远很远的人讲话的声音 还有一些不是现实界的声音 比如说我在打坐的时候 后面很吵很吵 很多人走来走去 然后搬桌子搬椅子 然后你开眼睛看的时候 又是没有东西的 还是一样的 但是你一盖眼睛的时候 又很吵很吵很吵 这样 那我记得我最后一次 我在打坐的时候 我听到呢 就是 我的庙里面有供奉 一个叫五方元帅 其中一个东西 叫五方元帅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二者呢 他就会模仿那个的形象 来到中间 那我就听到 有一个将军骑马 来到我的庙 然后在那个庙那边 绕了一个圈 这样叽叽叽叽 绕了一圈 然后他就把那个马 在庙的门口 这样 然后他就跑进来 然后在我的后面 走来走去 这样 不管他了 但是心里面的挣扎 是很大的 你一个人 半夜十一点 打坐到两点 三更半夜 然后听到这样的声音 很多的人就放弃了 他受不了那种的挣扎 但是我里面有个意念说 我死都要把这个法术学起来 那所以我就拼命的在打坐 不管这些 所以那个时候 很快的我就进入一种的 境界里面去 所以当我起来的时候呢 就有东西要进来 就撞我的身体 我就要吐 但是我的师父说 我告诉他 师父我不要让这个东西来 占据我整个的思想 但是我要利用它 帮助我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的师父在后面 画了一张符 很大张 从这个颈椎到这个尾椎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这个符画完了之后呢 他擦掉 我从此感觉到我的脚趾骨是冰冷的 有一个很冷的东西住在我的后面 然后起初他会跟我沟通 很小声 然后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清楚 他会告诉我很多东西的 包括你知道吗 当我跟一个人开始握手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甚至这个声音会告诉我说 这个人他来做什么 他的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我发觉到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这个的灵呢 他常常会告诉 那我这一些的人 曾经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是呢都不会跟我讲说 这个人未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 都没有这样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的算命师 他会做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他会告诉你说 你的未来会有什么借数这些东西 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到一样东西 原来这个东西 透过那个人的口 告诉你之后 但是未必会发生的 它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 比如说我现在我看见这个白衣的弟兄 那我里面呢有一个感动 我算了之后呢 恰指一算 我说你在明年几月份 将会有一个大窃 那这个大窃呢 将会使到你生意失败啦 或者是等等 这些很多很够利的 我不要讲了 好就是这样 那讲了之后 如果他相信这个东西的话 恶者就可以开始为他设计这一条的路 所以知道的那一个的时间到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很奇妙的一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拒绝相信这个东西 你不承认这个东西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 你发现到说这个东西不会成立的 而且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就更大的恩典 为什么 当你一祷告的时候呢 把恶者的势力谎言 把他扯破 耶稣的宝血遮盖你 所以这个东西呢 他所讲的都是废话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魔鬼撒旦的权势 很多时候是制造一种的谎言 让你去以为这个是真的 当你一相信的时候 恶者就有办法在你的身上做工 但是你可以拒绝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抵挡魔鬼嘛 魔鬼就要逃跑嘛 所以你不要傻傻的任由他娱乐嘛 所以我们知道说 神给了我们这种特别的恩典和权柄 那我记得在那个时候里面 开始学成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变得非常的了不起 为什么 因为很多善男性女 很喜欢来找我问东西 因为这个声音会告诉我 透过我跟他讲 那我就开始画符了 从这个纸符 开始画到八卦符 在毛山派里面 很少看到有人用金色的符来画的 那如果那个师傅是用金符来画的话呢 那个的法力是很高的 但是一般都是用黄色的纸符 然后来做这个的 画了之后呢 你知道我一张符啊 其实上我可以卖钱的 当我开始画那个八卦型的符的时候 很大张的八卦符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的 然后呢 一张符呢 普通的我就卖它36块 如果看到他叫Marsley来 我就卖它360块 甚至有一些呢 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很嚣张 对不对 你就卖它3600了 他也是乖乖给你的 因为当一个人 他会来寻找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面对瓶颈绝望 不懂要怎样走了 所以他来找你就任由你娱乐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 你们看过那个符吗 我们请那个姐妹放一下 那符有很多种不同的用途 那也许你有见过 对不对 这有多少个人的家 都有贴过这种符的 有吗 有吗 举手一下看 你的家有贴过这些 或者是你曾经有请过这一种的符 带在身上的 或者弄成一个符共 装在一个桶的里面带住的 置在皮包 或者放在这个车的上面的这些 那为什么你会相信这一张东西 有这种能力 确实他是透过一些的人 把一些的东西带进去 二者就借着这个管道 住在这些东西的里面 是在他的意念思想当中的 那当你相信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发生 很奇妙的 那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一张符是这样的 它下面有一个黑黑色的 一个叫做符档 这个东西是你完全不知道 它在写些什么 一般的毛山师父也不会告诉你 那边下面黑黑色那一粒东西 到底画了什么东西进去 那有一些人 我在画的时候 有36种不同的字体要写进去 那有一些是要打72个字进去 那这一些的符 真正有法力的 我要告诉你 是那个师父必须在画符的时候 我每次手要洗得很干净 然后开始念了请神咒 这些之类的 我就开始坐在我的坛前 就开始一气呵成的把它画完 我不能够画符 画到一半突然间想到美女 那想到美女的话就完蛋了 这个符又不会重新再来 因为我学的这个有这个戒律 这个戒律就是我不能够进女色的 那所以我就开始就画这种符 那后来我看到更好笑的 有一些人去一些的庙里面去复印 拿了复印的符回家 对不对 盖两个印随便就让你带回去 甚至有一些还上网download下来的 那种符都有 但是真正有能力的 就必须要透过一个人 去真正把咒语念进去 然后把它画成的 那这个是一个管道 魔鬼会借着人来完成这个东西 同样的神呢 他也要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开出去 对不对 所以人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来的 所以魔鬼他会想进各种的方式来影响我们人 把视线从上帝那里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当这些东西开始我在画的时候 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人来跟我拿这些的符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发现到一个现象 这些的人会越来就越迷信 越来就越迷信 当他相信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就会越来越在这个里面 完全的把更多的东西愿意奉献来给这个庙宇 那所以很多人来教会 他说那个教会要给钱的 对不对 要给十一奉献 这些等等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去庙里面拜拜 你给的钱更多 你都不懂 整天买这个那个对不对 要烧这个那个一大堆 你给红包 你又要给红包 然后他帮你做法事 你又要给红包 很多的钱要给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的情况里面 当我在里面开始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一次 我的庙里面当没有什么生意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次我的经历是这样 那我就开始向天烧福 我就念咒语 我说招来一些的神医 那个时候就不久之后 这个神医告诉我 说你去画一张退烧符 等一个妇人来 不久之后就等一个妇人跑来 手里抱着一个小孩 我就告诉他 阿姨不要紧你把这张符 烧了之后就给他喝吧 一烧了之后 我就看着这个孩子 他发高烧 不会退 然后就马上就退 当他一退了之后 这个阿姨就很兴奋 你真的这么灵验 我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 哪里知道他 其实是我烧了符过后 那个灵去干扰这个孩子 然后让他来庙里面 他就开始来给红包那些 到最后这个妇人就成为 我的庙的宣传广告部门 然后他到处去巴萨里面传 神灵啊 这个你要去 所以就很多善然心理就来找我 所以你会发现 我在里面玩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也看到我的师兄 然后他很喜欢去找一些死人坟 去提炼那些私油 然后他放在那个地方念咒 其实是九天 然后每一次呢 他就把这个油画在他的眉毛 然后他就找一些他很喜欢的女人 坐在他的对面 念一些咒语 那个女人就会跟着他去了 那我发现他为什么这样 我的师兄 他长得又不比我帅 然后每一次都换不同的女人 这样 心里有点不平衡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说 他们在里面有做一些这样古怪的事情 但是我的心是很正派的 那我想说我学这个东西 为了要医病 我学这个东西 为了要帮助人 我学这个东西呢 我也没有空回去新加坡 抓那只鬼 原本是要抓他的 但是我在庙里面太忙了 那所以呢 我就开始帮助这些的人做事情 我的心是为了这些东西好的嘛 但是你知道吗 后来当我越学得越深入的时候 那我的心灵的里面 更加的不踏实 那有很多的问号 因为我在打坐的时候 我感觉到天地很大很大 但是我完全好像就有一个很空的感觉 我不懂到底 这个的宇宙这么大的里面 到底它的规律是怎么样的 所以有很多的疑问 那为什么我们华人所拜的神 有这样多种类的 然后呢 我对着我的祖师爷 那个我看一下 那我们看那个 我每次对着他来打坐的那个形象 那这个叫三毛真君 那这个是毛银 三兄弟住在毛山的 以前是采药为生的 后来做这个综艺师 再加上他学了一些道术 就开始用一些服装 然后渐渐的 你知道吗 他以前我去查看他的图 他们的毛银的图像 以前是生的很白的 这么变成黑调的 为什么奇怪的 为什么华人很多时候 拜一些的神明 久不久就改一下形象的 那以前最早期 我们拜的是观音 那观音原本是男的 后来变女的 对不对 后来又再变什么 牵手观音 又一大堆宋子观音 什么韩伯朗就跑出来 以前哪里有这种的 你会发现说 很多时候有很多很矛盾的东西 在我的里面 通不过我的理性 但是灵界里面的视力 感受却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每一天要对着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打坐 你看起初 如果我再对着他 我看 你知道庙里面关到暗暗 我就对着他 看着他的眼睛 如果我对着他看 那你现在 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图像 我叫你看他15分钟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慢慢的你会感觉到 有点不舒服的 幸好我打坐的时候 看一下子 我就马上盖眼睛 但是我的思想里面 还是一直想出他的 还要念咒语 如果你看他 看久了之后 我想问你 你会不会跟他讲一句 我爱你 你看华人很多时候 我们拜很多神明 你从来不会去拜神 拜到神啊 我多么的爱你 对不对 你不会这样做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去一些庙里面 去拜一些神像的话 你拜他的时候 你说我爱你 他晚上就来找你 那你就会 你又很矛盾嘛 你又要他帮助你 但是你却不要他来找你 对不对 你不要来干扰我 不要来我的梦 不要来站在我床边 但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就很特别 对不对 我们常常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就回应神的爱 神啊 我多么渴慕地亲近你 对不对 我要爱你更多 我愿意把自己献上给你 那这一种的感受 跟以前拜拜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当我在里面学的时候 我发现当我越深入的时候 我越感觉到很矛盾 然后里面很不平安 但是我又没有犯到女色 又没有什么 又没有走火露魔 那为什么我会这种感受很不舒服 那我就离开 你知道我离开那庙的时候 我的师父就叫我的师兄把我抓回去 然后这个东西就上我师父的身 就拿那个鞭来鞭我 这样 那不可以让我离开 你是正式的路士弟子 而且我发了很多的誓言 我说如果我泄露毛山的秘密 然后我判离开这个教的话 我就会被五雷轰顶 给车创始绝止绝顺 真正发这个读识 画福念咒的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也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困绑 所以我在里面对着这个东西 我很不舒服 虽然他在帮助我做一些东西 那我第一次离开不了 继续的在里面 那几个月之后 那个感受又很强烈 我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很不舒服 我知道那个时候可能神已经开始 在我身上要做一些工作了 那在呼召我 那我不懂吧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要离开 那当我第二次离开的时候 那有一段时间 我的师父没有再派人来抓我 后来我就去打听 打听 原来我的师父种了肾病 感谢主 他种了肾病 他自己都搞不定 那不久后他就死了 你知道当他死了之后 他都没有空管我 那时候我就离开那个庙宇 之后我就以为用我的意念 意志力可以抵挡这个魔鬼 不要再来干扰我 抵挡我的所谓的祖师爷 不要来纠缠我 但是我告诉你都不能了 吃饭吃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他就来了 他一来的时候 你整个人的思想就停顿 然后情绪波动很厉害 然后脾气很暴躁的 那你不懂为什么 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 很重 感觉被绑 那有时候冲凉冲到一半 他也来 我说至少要等我穿个裤子 有时候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 经过庙 那个东西上 那个东西的身 然后就把我叫进去 从路对面这样把我叫进去 实在是很麻烦 遇过好多次都是这样 他不放你走 问你一大堆 跟你讲你发的咒诅 这些东西 在恐吓 一大堆这种话语 所以搞到你很烦 但是我就很不想再继续 再做这些的东西 后来我就去 找一份工作 那个防盗系统 Alarm system 就认识了一个的头手 这个头手带着我 然后第一次跟他握手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很奇妙 他的内心里面 好像有一样东西是我没有的 但是我讲不出来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东西是 耶稣的平安在他的里面 我不懂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 他每一次做工做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转过头来 我们两个人在揍挖压的时候 他就揍挖到一半 他就转过头来 Jimmy 今天晚上要不要来我的家过夜 差不多每一天都这样问的 然后他又有一点娘娘 他每次很柔的 他不像我们这种 man啊对不对 牧师 man 不是的 你看到这种男人 又三十多岁 在大马花园租一个房间 没有结婚 整天叫你去他家过夜 你敢去吗 我就以为他搞gay的 起初我就这么这样可怕的 那他每次就叫我去去去 然后来就没有办法 华人就是这样嘛 人邀请多几次你就不好意思了 然后你就要去 所以那天我就想 好吧 我就去看看你在搞什么 那我就去到他家晚上 然后我冲了梁阳出来 他就故意在我面前看一本黑书 黑色的书 这个叫做圣经 对不对 那他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他你在看什么书 然后他就反而问我两个问题 他说Jimmy你知道这个地球是怎么样来的吗 他这样问的时候我就说 地球怎样来啊 我真的没有答案 那我感受到什么呢 我只知道说我打坐的时候 天地很浩瀚很大 无边无际 但是地球怎么样来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解释了 然后后来他问我第二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人是怎么样来的吗 他说人我就懂了 因为我妈妈告诉我人是猴子变来的 对不对 猴子的祖先是蟑螂 这样 那如果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 你的祖先是蟑螂来的 单细胞动物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告诉他这个 他说不是啦 那个是进化论的思想 对不对 那个还不成立的 但是他就翻开圣经里面的 那个创世纪给我看 他说上帝怎么样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 第七天就休息 所以你看那个日历是红日历 叫做礼拜日 就是你要去做礼拜的日子 对不对 那他说前六天 就是上帝造了一切 五天把万物造起了 第六天才造人 然后他就指着我的壁子 他说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 我说咦 这么特别 那我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但我那个时候的想法 这样应该所有的人都长得一样的才对 对不对 那是为什么你跟我长得一不一样呢 后来我才明白到 我原来神的形象和样式 就是代表着神的性情 神的本质 当他在造你的时候 已经把这些特质放进去 就像今天我的孩子有我的基因 昨晚上你们有来的就有看到我的孩子 那他长得跟我很像 对不对 好像一个复印机复印出来一样 那所以你的样子 其实上有神的形象是代表说 你有神的公义的彰显 对不对 你里面有慈爱 那你看到有一些人需要帮助可怜的 你会流泪 你会想要帮助他 你看到不公平的东西 你会愤怒 那你会很有智慧的去管理很多的东西 很多东西交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去管理 你会把没有的把它变得很有次序 很混乱的 可以把它变得很有次序的 那所以你里面有这些的东西 都是神的性情 所以你懂得你要讲信用 这些都是神的性情 那所以你里面有的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 创造的是这个一回事 然后后来他就翻开圣经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经文 就烙印在我的思想里面 那个时候耶稣讲说 我是世界的光 凡跟从我的人 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那个时候我想说 我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摆脱 这个主事 黑暗的势力的纠缠 都不能 但我心里面想说 耶稣讲他是光 也许耶稣可以帮我 我只是一个这样的单纯的想法 因为我说如果跟耶稣 我就可以摆脱这个黑暗的势力 那后来呢 我的这个朋友他就说 Jimmy我的教会 请了一个 以前香港黑社会的二哥 后来信了耶稣做牧师的 你要不要来听他讲故事 我说黑社会的应该是可以 Mumki的啦 然后我可以来听啊 然后就过去了 那时候在新山波底的圣光堂 那时候做班了一场的步道聚会 那时候在8月31号 国庆日我永远记得 那时候很多人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特别选择坐在最后面那两排 因为随时要逃走比较方便 然后我就坐在后面 然后呢那个讲台很远你知道吗 那个牧师在那里讲道 你知道最可怕的 我第一次踏进教会 那个牧师讲道讲了一个半小时 我竟然不懂牧师在讲什么 我完全听不尽 我的耳朵好像被东西遮住一样 那我完全无法去听见 那个牧师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到最后感谢主 当牧师举手 他说你们当中谁要信耶稣的 就在你的位置上轻轻的举起手来 这一段我就听得懂 那个是叫你要不要信耶稣吗 就这样简单 我就听得懂很奇妙 那个时候他就 谁要信耶稣的举起手 我要为你祷告 感谢主我看见了 感谢主 好 等一下会为你祷告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很多人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举了手之后就站起来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坐在那里 我开始心跳加速 越跳越快 然后就开始流冷汗 开始流冷汗 然后牧师说 谁还要信耶稣的 在你的位置上 举起手来 我要为你祷告 当牧师又这样讲的时候 那个能力一来的时候 很挣扎 很辛苦 忽然之间我还听到一个声音 从我的右边 进到我的心里面 告诉我 他说 Jimmy 这个就是你一直以来 要找的路 神讲话 不啰嗦 一句话就搞定你 对不对 他知道你心里面 要什么 一句话你就明白过来了 就像父母他了解你 这样讲一句话 你就懂了 所以他进来的时候 我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 你不能信的 你是茅山的弟子 然后你又发了毒诗 你的咒诅等等这些 他在提醒恐吓 整个人开始很辛苦 坐立不安 然后那个牧师 讲了一句更够力的话 他说 恩典的门啊 是不会常常为你开的 可能今天晚上你回去 睡了一觉 明天就起不来啊 他说恩典只给活着的人了 你死了 审判就定了 还拍座子 审判就定了 你没有机会了 你知道你听了这句话 你有什么感受 那时候我在里面 哇 流人汗 然后又听到 很辛苦很挣扎 你知道吗 但是牧师还继续的要呼召 他说还有的 我说已经很多人站起来了 还不够没 这样哦 好像在等我一个信主一样 还有的 我说这么多人出去了 还不够啊 我不知道那个牧师在做什么 他感动了 可能 呼召呼召 很久 带我去的那个朋友 他看到我好像屁股神残 这样坐立不安 他就问我 Jimmy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再告诉他 我是这样的背景 我现在里面很辛苦啊 很挣扎 你知道我永远记着他那只手 就图很多手 很简单的 他说哎呀 很简单的啦 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要相信着这一位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你所发的毒事 在上帝的眼中 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这样简单 我就辛苦得要死 很简单 但是你知道吗 他讲的这句话 确实给了我一些的勇气 我突然间里面有个意念 我说好了 死就死吧 那我就信耶稣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 很不容易那只手举起来 一举起来的时候 我要信耶稣 刚才飙冷汗 现在流眼泪 我说为什么第一次去教会 这样麻烦呢 什么这个这样的 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 是男人流血不流泪的嘛 那你控制他越流的哦 最可悲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我旁边还坐着一个美女嘛 你知道男人要流眼泪 不想给女人看见的 所以男人有泪不轻痰嘛 只是味道伤心处嘛 如果男人真正会流泪给你看的话 就真的是很严重了 如果一个男人常常喜欢流眼泪给女人的话 有两种嘛 一种是拨你同情的 一种是真正的男人 他顶到没有太好顶了 他真的哭了 但是人人在神的爱里面总是逃不掉的 当神的爱的恩高降临的时候 你发现到说 你无论多硬的一个人 当你体会到神的爱爱你的时候 你会看见自己原来是需要悔改的 你会看见原来自己是多么的无能和软弱的 你会看见自己需要这位神来帮助你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对 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畏罪畏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当一个人生命要改变的时候 是要从真正生命悔改开始才会改变的 所以当神的爱领导的时候 那个时候哭到菲利发拉 然后你走到外面去 然后牧师带领你决志信耶稣 当这个祷告一做了之后 眼泪才慢慢收 那个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就像你离开家很久 你回到家的那一刻的感受这样 后来我明白到原来我的灵 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归宿 我以前以为我打坐我修炼 那我的祖师爷 我曾经我问过我的师父一句话 我说以后我死了之后我会去哪里 我的师父告诉我 你不用怕你的祖师爷会来带你走的 我说不要啦 有点恐怖 他长得这样的样子带我走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那种的感受 你回到家 原来灵里面找到一个归宿 亲爱的朋友还有听众者 今天你可以在世界上拥有很多的东西 但是你的灵里面始终会有一个空洞的 那个的位置 是不是物质界的东西能够填得满的 而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找到照你的天赋 跟它连接回那个关系之后 你的灵才可以真正得满足 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找错方向 你知道吗 他里面有发出一个需要的时候 他以为我拼命的去shopping 我拼命的找朋友玩耍吃喝玩乐 我拼命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去定我的目标 我去完成那个目标 我赚了一百万两百万 甚至我可以规划 我每一年都去旅行好几次 但是你发觉说 我的里面就是还有一个不满足 但是你讲不出来 后来我才感受到一样东西 原来在我头手心里面那个东西 叫做真平安 所以耶稣讲的那句话说 我所给的不是世人能够给的 不是世界可以给你的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一个人真正有耶稣了之后 才产生出来的一种内在的安稳 而这个安稳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一种永生的 确距在你的里面 你的灵里面可以感受到 我已经有永生了 我知道以后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会往哪里去的 因为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应许 耶稣不是讲过吗 他说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 如果是没有的话 老早就告诉你了 所以以后你要与我一起在那里的 所以凡是属耶稣的人 就要与神一起在那里 得到永恒的福乐 这个永生在你的里面 你的灵才踏实 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开始更多的去追求认识耶稣 但是我告诉你 我经历一个很特别的灵里面的征战 四个月 我不是一信了耶稣 我那个黑黑的主事也就放过我的 他晚上每次十一点半会来探访我的 我要睡觉的时候他就来 然后他出现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见 有时候是蒙蒙的 有时候你感受得到 那个东西来 那他就压制你 然后搞得你很不舒服 你知道我曾经连续好几天 不能睡觉起来走走走 我整个眼睛红到晚 整个的思想都不懂是怎么样的 后来我回去问牧师 牧师怎么办 那牧师 那只手 很简单的 你只要奉耶稣的名 赶他走就可以了 因为耶稣的名很好用的 你知道吗 我以前帮人赶鬼的时候 还要带很多嘎唱的 那有时候去赶鬼的时候 带一大堆东西 赶得要死 那个东西都不一定要出去的 还要谈判 还要谈条件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信的耶稣很特别 你根本不用跟他谈多的 奉耶稣的名叫你出去嘛 你就要出去了 你讲这样多做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那个感受很特别 那个时候 叫 耶稣 帮助我 我说 我就尝试 我就奉耶稣的名 当他出现的时候 赶你走 那个时候 我刚刚才开始 出信的基督徒 祷告不是很厉害吗 信心也不是很多 然后就奉耶稣的名 赶你走 这样 然后他又走了 走远一点罢了 还是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又到一起找牧师 牧师还在 怎么办呢 牧师 然后那个传统教会的牧师 是长老会的嘛 长老会都没有做 这一块的服饰嘛 所以我问他 他也不懂 他在爬头 我 我不会 那不像现在的教会 是多么恩典 对不对 包括赞美教会 包括这边的教会 赞美灯塔 那还有很多的教会 都有做这种 一致释放服饰 我那个年代信主很少的 只有加略山 一间的教会 但是我们却被教导 那个是不可以去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遇到这种问题 要怎么样处理 真的那个时候 只有靠自己跟神 拼命的祷告 我记得四个月 有一天圣灵完全充满我 我做了一个 有史以来 最认真的一个祷告 很坚定的 但是我里面 有个意念就是什么呢 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不会心怀恶意 我一旦信他 我就抓住他 我就不会说试试看 耶稣不可以 我再跑回头 我没有这种想法的 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祷告 当那个祖师爷出现的时候 我就举起我的手 我说我是属于耶稣的 我是属于耶稣的 宝血买赎过来的 所以我不再属于你了 所以我现在奉耶稣的名 把你赶走 你知道当一个人 他的意志很坚定的时候 然后圣灵的同在 赐给你信心的时候 你所发出来的那一种 坚定的口吻 是非常有能力的 你知道当我一做这样的 祷告的时候 那个祖师爷的形象 在我的思想里面 一瞬间 就不见了 到今年我信耶稣 26年 那这东西再也没有看见过 再也没有出现过 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耶稣 祂很奇妙 那都不仅仅做成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神 就是神改变我这个人 那祂让我生命不断地 在翻转翻转翻转 让我更加地懂得去爱神 去爱人 然后懂得去付出 去奉献 以前只爱顾自己 那现在发现神慢慢地带领我 活出基督的性情 去帮助别人 看顾别人的需要 这个就是真神和假神之间 最大的差别 真神是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耶稣讲说 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代表什么 神要帮助你成为很卓越的人 神要帮助你 不单外在富足 你的内心更是富足的 所以神要使我们成为卓越的人 但是恶者 莫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的 他要使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得不到神的赐福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当中 这是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神要帮助我的 在家庭里面做一个翻转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后来我信主之后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主啊 帮助我 让我的父亲跟我的关系可以修复 因为你会发现到 你里面就是有一样东西 还没有解决的 需要去处理的 后来你知道我祷告之后 有一天我的父亲就打电话来 因为他跟我们不是住在一起 然后他就打电话来 他很喜欢打电话来 骂人一顿之后就盖人家的电话 那我很讨厌这样的 那你至少也要让我骂回你几句嘛 对不对 你都马上该电话 所以后来我就很生气嘛 我就驾车 就红乌书地乱 来到皇后发言找他 那那个过程里面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这个是不是你所安排的 让我有机会 再去处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那我就在车上一直祷告 祷告到皇后嘛 那我到了那里的时候呢 我就以为我的父亲 已经消气了 已经没有事情了 但是当我一下车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的时候 他更生气了 然后他就骂我更厉害 然后他说 我跟你去登报纸 脱离父子关系啦 这些 你知道那一天 我完全不敢相信 我的情绪 为什么这样平稳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 给人家骂 完全没有反应的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那天 我就坐在客厅 我就看着我的父亲 一直在那里骂 骂骂骂骂 那时候我的意念里面是什么 我觉得很可怜 我的父亲 然后骂了骂了之后呢 他就坐下来 因为他骂到很累了 你知道你跟人家骂架的时候 最可怕就是 你骂那个人 那个人没有反应的 因为没有的骂骂 骂不成嘛 对不对 吵架是要互相吵来吵去 才吵得成 对方都没有反应的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我就坐在那里 没有反应的 我无比的平静安稳 后来我就去房间 拉了一个椅子 我就坐在我父亲的旁边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伸出我的手 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 抓过我父亲的手 在我的有意识的里面 我的父亲也没有拉过我的手的 有一次我只记得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 我只看见 他那时候几岁 大概是七岁八岁 七八岁的时候吧 我只看见了我的父亲 拉二老婆孩子的手 那我就跟在后面 我就为什么爸爸拉 那个人的手没有拉我的手 那时候我的印象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伸出我的手 去拉我父亲的手 我一拉下去 我说爸爸的手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毛的嘛 很多毛在上面 感受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 到现在我都不相信是我讲的 那我就拉着那去 拉住他的手的时候 我就看住他的眼睛 我就跟他 跟他讲说 爸爸 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你吗 请问你刚刚被人家臭骂一顿 然后你还拉住那个人的手 跟他讲我爱你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就跟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然后我就告诉他 从小到大 然后我对他的不满 我看见他所做的行为 这些等等 你知道当我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的眼睛红 眼泪流出来 原来他自己都不懂 原来他做了这样伤害儿女的事情 他自己不懂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受 我的父亲从那一刻开始 他开始知道 意识到他的问题在哪里 之后呢 他在每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都不会再骂我 然后打电话来的时候呢 他就做什么 他说今天我煮了莲藕汤 你要不要来喝 开始不一样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过后 我的心里面是多么感恩 我说感谢主让我认识你 让你的爱能够来到我的家里面 修复我和爸爸的关系 原来人很多时候 缺乏的是什么 一种的动力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要把那个关系搞好 我们知道说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才好 但是偏偏就是有心无力 但是我告诉你 祷告可以让你成就这美的事情 因为有神的同在帮助你 这个是一种能力的推动 所以使到我们的爱能够进到这个家里面 上帝的爱进到我们的家里面 让我们进入和谐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 所以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奇妙的 请问你们的聚会到几点 现在十二点了 肚子饿了吗 可以讲到一个吗 讲到一个最后的 因为我看到蛮多的年轻人 请问这里还有谁还没有结婚的 哎呦很多 单身的对吗 好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先让你们看一看我的照片 那个我家庭的照片 我跟我的太太这一家人 那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信主之后 其实有好一些的女生都喜欢我 然后 因为我长得像人嘛 对不对 所以有好几个女生都有拍拖 但是我发现到每一次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总是不成功 不是说生意失败 对方就说生意失败 或者他家里死了爸爸 每次定好那个婚期 要做的时候 就是有发生这些的事情 所以婚期就无限期的延后 但是不久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没有了 但是你发现后来 我里面有一个心里面有个感受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 发了那个咒诅 那个誓言 绝止绝孙的那个还没有断开 或者我心里面在想说 是不是神要我守独身 但是我想一想也不是啊 因为我看到美女还是流口水的嘛 守独身要有恩赐的嘛 像保罗这样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办法呢 还是要找一个对象结婚的 后来当当这个的 有一天 当我开始觉得 哎呀我认命了 神啊无所谓了 就这样过日子了 后来有一天我就发了一个梦 那这个梦很特别啊 有一个差不多气质高的天使 然后翅膀的穿白袍的 他就把我从一群人里面叫出来 然后他说来来跟住我 我就跟着这个天使走了一圈 然后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看见了一个穿白袍的女生 坐在那里 就像这个穿白衣的弟兄这样 然后把他换成女生这样的就可以了 好 就是这样的位置 我记得就是这样站着这个地方 天使就指着他说 他就是你未来的妻子 这样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一看着那个样子 我说哇很漂亮 刮子脸 眼睛大大力 对不对 好像电影明星一样 很开心 对不对 开心到醒了 那一醒了之后呢 我就心里面就很开心 就想着那个梦 那各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说 我跟神祷告神啊 能不能够告诉我 一个我的未来的妻子 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那当我要醒的时候 我就听到这个最后一个字 叫诗字 诗情话语的诗 那第二个字我就很模糊 听不清楚 你知道当我知道 我的未来太太 是有个诗字的时候 我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去到教会里面打听 那到底有哪一个姐妹呢 她的名字呢 有一个诗字的 打听打听之后 有一个啊 很开心的 七十多岁的 我说 我说神啊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你不能要我娶一个 这样老的吗 后来你知道吗 搞得我真的是 哎哟 好气又好笑 那个时候的感受 后来你知道有一次 我就去一个祷告会嘛 我们两个教会的一个祷告会 然后在祷告会之前 这个的女生 她就约了我喝茶 OK 那因为之前这个女生 有一个女生 她的形象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很少看到女生 完全不打扮的 然后头发也是很乱 这样 然后眼睛戴到很大个 盖到半边脸 这样 然后衣服也是穿到很乱 这样 那最可怕的就是 有一次我看到她走路的时候 是这样 我说这么这样粗鲁的 走路走到这样可怕的 这样 那一般上我是很不喜欢 这种类型的女生 因为我喜欢的是很温柔的 OK 然后长头发的 小鸟依人的 这样 因为我很man 我要照顾男女生 那我喜欢那种类型 我不喜欢这样粗鲁的 你知道吗 后来有一次 这个女生就约我喝茶 在乌鲁地拉姆的东森喝茶 然后那就那一天 我差点认不得她 因为她那天没有戴眼镜 她戴continant 然后就化了一点妆 然后衣服就穿得整齐一点 我从来没有看过她穿裙的 第一次看她穿裙 然后她就坐在我对面 来来来来 这样坐下 当我坐在那边喝茶的时候 越看越不对路 我说 这个不是梦里面那个吗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说 惨了啦 然后我转过头来 我就跟神啊 不要啦 我不喜欢这种女人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很挣扎 后来有一次 当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 你知道那一个礼拜 我是怎么样过的 那我的整个头脑 昏昏顿顿的 在过日子 我说 因为我完全不能够 接受这个事实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女神 做我老婆 后来有一次祷告会 然后圣灵的催毙很 你叫我跟他讲 这个梦 我说不要啦 我都不喜欢他 我跑去厕所洗手 然后那个圣灵说 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个梦 这样 没有办法跟神斗了嘛 神就是要你完成这个东西 后来我就很沮丧 这样就跑从厕所出来 就看到 全部人离开了 只剩下他在那里等我 这样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我说 姐妹我一个话要跟你讲 我说 神告诉我 你就是我的妻子来的 你知道我一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多么怕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不敢看他 像一个女人表达这样 很不容易 然后跟他讲了之后 我就用血眼偷偷瞄他 我还以为他会很生气 一般的女生就 死鬼 对不对 通常女生是这样的 那你知道他 我看他的表情 越来越开心 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等你讲这句话 等了很久了 你知道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哇 差点晕倒 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讲 我这个梦 讲了之后 他就马上再跟我讲 他的经历和见证 他说 我比你更痛苦多几个月 他说 就是我未来的丈夫来的 他那个时候 第一个反应也是跟我一样 不要啦 神 我不喜欢这种男人做我的老公 你知道 你会嫌人 人家也会嫌你的 所以 他说 我不喜欢嫁给这种传道人 知道我要去做传道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我开车 载他 他载我后面 所以圣灵跟他讲 这样的事情 后来神跟他讲 你去跟这个男人讲 你就是我的丈夫 但是他不要 不要 然后 他就跟神讲 神如果真的 他是我的丈夫 你就打雷三次给我听 有一天 神就打雷三次 给他听 旱天雷没有下雨的 三次印证的 这个事情 后来是 不要 我还是不要 然后后来神就给 让他生病十天 他讲 他从来没有病过 这么久不为好的 到第十天的时候 他跪下来 他顺服 这个是他跟我讲的见证 他跪下来顺服 他就跟神祷告 他说 神 好 我愿意顺服你的安排 不过 我还是有个条件 不要我开口跟他讲 你自己去跟他讲 后来神怎么办 神就才派那个天使 跑来梦里面找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在一起了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还一起祷告 因为我说 神 你在两个礼拜 感动两个人的口 告诉我 然后我就相信 我们是一对的 因为我希望有奇迹发生 我多么希望 这两个礼拜 是没有人感动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 第一个礼拜是怎么样 我去美乐花园找一个弟兄 一坐下来 他就告诉我 他说 那天我看到你那个女的 你们是一对的 我说 惨了 然后第二个礼拜 又遇到一个姐妹 在Dama Mole的也是一样 我去找她 一坐下来 那天我在不到会看到 你们两个 好像是一对的 我说走不掉了 没有机会 反悔了 那他就顺服 一顺服下来 神真的很恩典 所以防务钱财是 祖先所遗留的 唯独贤妻是夜华所吃的 因为神最了解 祂要给你的伴侣 是最适合你的 当我们真正在一起之后 我发觉到说 我的太太原来是 这么多的优点 常常补助我的不足 所以奉劝那些单身的 OK 不要太急 好好祷告 等候神的安排 因为我看过好多好多的姐妹 很有很不错的姐妹 给非信徒追去 因为教会界的市场太小 弟兄很有限 所以弟兄要争气一点 带多一点弟兄进来 信主 所以很多姐妹 到最后嫁给了非信徒 之后很想要来教会 你知道我处理过两个 在我教会那里的 早早冲来我的办公室 主日聚会的时候 在我前面坐在那边 哭 牧师 我多么想回来教会 但是我的老公一直反对我 每次我要来教会聚会的时候 就给他臭骂到一顿 要吵离婚 要什么一大堆 所以他多么痛苦 所以姐妹 如果你现在还单身 还有的选择 记得抓住这个原则 你一定要找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但是你要小心 有一些只是来做挂名的基督徒 他追到你之后就不见了 要小心 我是遇过很多 在我教会里面 有一些是这样的 起初来到教会 以为很有热心 那也知道追到了一个姐妹之后 就没有来教会 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来自神的安排的话 你会发觉到说 你两个人会更敬虔的爱神 神所安排的 会让你们更敬虔的爱神 更委身的服侍神 你的生命各方面都会被提升得很好 所以感谢主 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只要你愿意信他 他无时无刻都在你的周围 那我信主之后 我发觉到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原来真神是无处不在的 那假神是有他的范围的 所以以前我拜神的时候 必须他在特定的一些庙宇里面才可以 我不能够随意的在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跟他祷告的 但是信主之后发觉到真神 他是无处不在的 真神他改变人的生命 假神只是满足你肉欲的需要 外在的需要而已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记得 所以今天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位真神 但是必须要借着耶稣才能够真正找到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的中间 彰显神的荣耀和作为 所以他是这一个的桥梁 你不能够自己去找神 很危险 可能你自己会找到魔鬼 但是唯有借着耶稣很具体的彰显神的形象在我们的中间 你靠着耶稣就绝对不会错的 所以我们要披戴耶稣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恩典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阿们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所有弟兄姐妹 低上你的头 闭上你的眼睛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赐福今天的聚会 带领今天许多的新朋友在我们中间 主书我现在要奉祢的名 对新朋友来做一个呼召 主书希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也同样领受这满满的恩典和福分 愿主祢的福音顺利的领导他们的内心 来帮助他们生命得做翻转和改变 主 这个时候我要奉祢的名 来对一些新朋友做一个的呼召 新朋友 如果你现在想要信耶稣的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你想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 这个时候 在你的位置上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特别为你做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要信耶稣的 举起你的手 我为你祷告 有吗 要把耶稣借进你的心里面的 OK 有没有 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特别的为你来祷告 那如果圣灵开始敲你的心门 你会知道的 那你会发觉到说 你的心跳开始会加速 你里面会有挣扎的 那你很想要信 但是你里面会有很 佛现很多的意念在拦住你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怕胜过他 就像我要信主的那一刻一样 有面对很多的挣扎 拦住 但是呢 我的里面告诉我说 我要耶稣来帮助我 死就死吧 我相信耶稣能够救我 那其他的东西通通交给神 让神来帮你解决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 你就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要带领你做绝质的祷告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今天救恩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你会来 也不是白白的 不是偶然的 今天你会来到这里 是由一位爱你的朋友 把你带来 邀请你来到我们的中间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愿意吗 只要打开你的心门 你说 主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神的恩典和爱 就要临到你的身上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OK 好 没关系 这个时候我要特别 为一些的人来祷告 好吗 如果今天 你已经信了主 过后呢 你离开了神 一段的时间 那你现在回到神的面前 你很想要回到神的面前 那我要为你来祷告 许多时候你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拦阻 或者你已经开始 软弱退后了 你需要被神的爱 重新来得着你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或者曾经你信过主 后来你退缩的 那我也要特别为你祷告 好吗 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你可以走到前面来 好不好 已经是信主的 然后软弱退后的 你们就站在我这里 等一下我为你祷告 好吗 我想请那个 敬拜赞美团队 那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 那我要特别为你 做一些祷告 来姐妹可以来这边 好 有谁要被祷告的 你们就站在这里 你要做见证 对不起 我来自大学城 外民使徒教徒 上个礼拜 我被阿圣 带来我 参加着阿圣 到来上个礼拜 回到家 八天晚上 我祷告 因为我每天 很多年了 每天睡觉很喘 头好痛 要往牙吐 很辛苦 你们明白吗 喘喘 好痛 要吐 不能睡觉 躺着也不是 坐也不是 半点钟后来睡觉 回去 上个礼拜回去 睡觉祷告 祷告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平安无事 健健康康 感恩对不起 我半年多 半年多没有去外民教会 因为我会发生 过几天我又去外民 基督教会 我真正祖个爱 一个礼拜没有病痛 我半年病痛几年了 那个阿圣很好 很善良 他把我带来 谢谢 祝主阿们 哈利亚 好 有谁要 已经信主了 你们也需要被祷告的 可能有一些灵力压制的 或者一些的拦阻 你常常很难亲近神的 你们就站在这边好吗 然后特别 也请牧师一起来服事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我想要再邀请新朋友 如果你现在还想要信耶稣的 那我鼓励你提起勇气的走出来 好吗 因为信心的一步 因为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没有不好意思的 也讽略ceğim 您对我 nueve 这个月 我来说 一定会 erei 好吃